第1922集 叶昊玄皱了皱眉头 这鬼拆的嘴脸 踏实看不惯了 他一脚把这家伙给踹飞 然后走到了吴霸道的跟前 笑道 大哥 你怎么在这里啊 本来吴霸道以为自己逼死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峰回路转 自己居然被救下了 他抬头一看这才认出来叶昊玄 他喜道 叶兄弟 你怎么在这里啊 这么巧啊 把人放了 叶昊玄挥挥手 那两名阴兵就连忙把吴霸道给放了 吴霸道跑到了叶昊玄的身边 他拍了拍身上的土 哭笑道 叶兄弟 你说这地府啊 局势说变就变了 本来我的功过相抵 是要去投胎的 但没有想到又被抓回来 在这里干苦力 而且还有这些小人 苟障人士 手里拿着鞭子不停地抽 你说我这生钱作恶多了 这是报应吗 吴大哥 不是报应 而是这里确实出了点问题 你放心 我现在就让人接你去投胎 或者说你想留在冯都享福都行 叶昊玄笑道 叶兄弟 真的吗 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我兄弟居然这么厉害 吴霸道向叶昊玄一身大拇指 兄弟 有你在 那些小人物们 以后就不敢再欺负我了 放心吧 我们的交情 你在这里可以横着走都没事 叶昊玄哈哈大笑 他指了指刚才那个阴差道 大哥 这小子刚才冲撞了你 怎么处置 你说吧 吃小子 吴霸道转过身来 他看到贵道在地上的那名阴差 已经在四次发抖了 他冷笑了一声 这家伙仗着自己在地府 有点身份 就不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 我觉得 把他丢到油锅里面炸 然后压入十八层地狱 这样最好 那好 那就依大哥的想法办吧 叶昊玄大笑道 大哥 回头你召冯都死亡 报我的名字就行了 你想转世 或者说想在这里想清福都行 跟他们说就是了 好嘞 好嘞 吴霸道连连点头 兄弟 谢谢你了 不然的话 我还要在这里做劳工呢 还不知道 要做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 没事 举手之劳 叶昊玄指了指那鬼差 大哥 你不打算找这小子 要点说法吗 要 当然得要 吴霸道冷笑了一声 这小子 我说过 会让他不得安宁的 他想安然离开这 没门 大哥 大爷我求你饶了我吧 我不知道 您跟叶大人的关系 那如果我早就知道 我是绝对不敢那样对你的 哎哟 银柴这会儿 几乎被叶昊玄给吓破的 他跪在地上不停地向吴霸道求饶 求饶 有用吗 吴霸道咧嘴笑了 哼 你这种小人 下了地狱 是要被拔尸根的 要不 我送你一程 吴霸道说着不由分说 一把抱起了那鬼差 然后扑通一声丢在油锅里 惨叫声就从那油锅里面穿了出来 那家伙死声叫着 在油锅里面浮浮沉沉的 被炸的消黄 下油锅 是封都这里比较有特色的惩罚 惩罚的就是恶人 反正阴魂这种物体 已经是死后的产物了 断不可能再死一次 所以不管用什么惩罚 他们的意识都会存在 他们没有办法 就只能承受无尽的痛苦 而且 永远也不可能翻得了身 这鬼差平时没少在封都这里作恶 所以 他有这样的结局 周边的人看着也是大快人心 把这家伙丢到油锅里面炸了半天 然后 他又被丢到了十八层地狱那里 受那永迹之苦 兄弟 我是想好了 众生皆苦啊 抱了仇之后 无霸道叹了一口气 本来呢 我之前也是想着尽快地去转世投胎 但是现在嘛 我的想法变了 大哥有什么想法 不妨对我说说 轮回也好 待在这里 过日子也好 我都支持你 嘿嘿嘿 兄弟 你现在 可是明懂风都啊 哎 我想在这里 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哎 我是看开了 这生老轮回 这这是天道 也是定数 一世世的轮回 从一个哇哇落地的孩子开始 就要经历无数的痛苦 啊 生为是人即是原罪啊 无霸道摇摇头 与其这一世时的经历那些痛苦啊 倒不如 我弃了这轮回 留在这冥界之中 安享天年呢 看来大哥悟出了很多道理啊 那行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想留在这里 那就留下 不过 现在的风都百废待兴 可能没有以前那样安逸 大哥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哎呦 我在世上的时候 什么苦没吃过 这些对我来说 这都不是什么苦 反正这里岁月悠久 我闲着也是闲着 索性就加入这 重建风都的队伍中去吧 哈哈哈哈 吴霸道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 大哥的心态不错 叶好轩伸出了大拇指 回头 我去找四王说事就是了 报我的名字 他们不敢为难你的 哎 兄弟 你这是要离开了吗 黄泉路只能向前 不能向后啊 只有向后 才能找到回去的路 大哥 我们就此别过 哎 好嘞 兄弟 弟妹 祝你们两个一路平安 吴霸道一拱手 他笑道 两位 就此别过 我知道 你们一定是干大事的人 祝你们以后 生活顺利 好的 吴大哥 谢谢了 我们就此别过 叶好轩点点头 他拉起了李延新的手 继续地顺着黄泉路 往回走 哈哈 这位吴大哥 真性情啊 李延新笑了 为人耿直 性情好爽 看得出来 他在这世上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前半生恶人 后半生善人 叶好玄小道 善与恶 其实本就是在一念之间 可不同的是 他悟了 悟出了一些 别人悟不透的东西 这 就是他跟别人 不一样的地方 是啊 他看起来 与别人不太一样 李延新 微微地点点头道 他选择在这待着 这个选择 看似让人不挤 但事实上 明界这里啊 不用苦恼生活 不必与人勾心斗角 不用理会 这世间的一切烦恼 其实相比而言 这个地方 才是三千世界中的 一方净土啊 是啊 难得有人像他这样 看得这么透彻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 我们也在寻找着 属于自己的 那一方净土 可惜的是 我不知道我们 要找到什么时候 快了 李延新微微一笑 他握着叶好轩的手 悠悠地说 任这世间千变万化 我们只需要守着 我们的本心不变 心中的那片天地 就是属于我们的净土 这一次 我心入魔道 滋生魔魂 经历了很多 虽然坎坷 但是我也从中 会议不少 至少我知道 有一个男人 为了我 肯入黄泉 如果失去了你 我真的不知道 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 叶好轩握着 李延新的手 所以 不管你到了 三千世纪的 哪一个角落 我也会追着找到你 把你给找回来 李延新的心中暖暖的 他缓缓地 靠在了叶好轩的身上 喃喃地说 我一直期望着 有一天 能岁月静好 然后和喜欢的人 天长地久 可是到了这里之后 我才突然发现 哪里有什么 岁月静好 一眨眼 就是一个轮回 一个轮回 又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周而复始 其实 这一切都从来 没有改变过 是的 这一切从来 都没有变过 命运如此 其实 我们可以试着改变它 会成功吗 李延新抬起头 看着叶好轩问 会成功 我保证 一定会 叶好轩定定地说 我答应你 终有一天 我会找到一方净土 给你 岁月静好 我等着 李延新的心里 有些感动 他紧紧地握着 叶好轩的手 再也不想松开了 走吧 前面就是 无尽虚空了 叶好轩向前一指 只见在 两人的前方 本来是黄泉路 但是现在路的尽头 却是一片荒芜 一团白色的迷雾 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应该是了吧 李延新点点头 他回过头来看着 叶好轩 我有点怕 别怕 有我在呢 叶好轩微微一笑 他拍了拍 李延新的肩膀 一时安慰 然后他拉着 李延新 向前走去 本来李延新 是有些紧张的 他从九幽 再到丰都 从丰都 见识到十八层地狱 这个世界 实在是太大了 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他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无尽虚空 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他也不知道 无尽虚空 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世界 本来 他是有些怕的 但是当叶好轩的 那双大手 握住他的手的时候 他的心情 这才慢慢地 平复了下来 两人就这样 走到了这片迷雾当中 而这片迷雾 就是两人 一直要找的 无尽虚空 走到迷雾之中的时候 四处一片白茫茫的 根本就看不到边际 而且无数半透明的身影 在迷雾之中 穿来穿去 这些身影 是属于一种 类似于魂魄的气体 他们没有意识 只有一个半透明的躯体 生存在迷雾当中 两人紧紧地握着手 继续向前走去 但是越向前走 眼前这种 半透明的身体就越多 这些 是什么 李延新忍不住问 不知道 不过我感觉 他们是一种 类魂体 叶昊玄皱着眉头 当心 不要碰到他们 两人小心翼翼地 向前走 尽可能地 避开这些 类魂体 但是越向前走 这些东西 也就越多 而且这些 类魂体 应该是有意识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东西 明显地怕 叶昊玄和李延新 他们下意识地 躲着两个人 但是越向后走 这些类魂体 就越胆大 他们从刚开始的害怕 已经变得好奇 只是 他们暂时 还不敢接近两人 毕竟两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也不一样 这让那些 类魂体们 有些害怕 但是越往深处走 这些东西 就越多 他们距离 两人的身体 也越近 再到后面 他们似乎是 无所畏惧 突然 一只类魂体 冲向了李延新 李延新右手一挡 那只类魂体 瞬间 变成了一团白起 而李延新 也惊呼了一声 他抬起右手 只见右手 已经 结满了白霜 这些 类魂体 是介于 气 与食物之间的 但是 他们身上的 温度极低 李延新 甩着手 过了半天 他手指间的 白霜 才消失 你没事吧 叶昊轩 抓着他那只 受伤的手 关切地问道 没事 不过这么一来 我都弄清楚 他们是什么玩意儿了 李延新 若有所思地说 他们是什么 阴魂的意识 再加上 无尽虚空中 一些特殊的物体 所以就产生了 这种 类魂体 他们和外面的世界 原本是不在 一个位面上的 李延新 说 老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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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老实名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